三角形内心的应用 如图 I是三角形ABC的内心 内千远圈ABC与三边 叫PQR 那题目现在告诉我们几个条件 AP厂告诉我们它是8 然后呢 BQ厂告诉我们长度是7 CR厂长度告诉我们是9 那现在要问的是AI这一段 加上BI这一段 加上CI这一段 它的长度分别是多少 好那首先我先把A 我先把那个IP跟IQ 还有这个叫IR 这三个地方把它连起来 因为这边是内心 它这个跟三个边相切 所以这三个地方都是90度 然后我们根据在圆的特性 圆外一点到圆的两个切点等据 所以AP厂是8 那我的AR厂也就是8 然后BQ厂是7 我的BP厂也是7 CR厂是9 我的CQ厂也是9 好所以接下来 题目又跟我讲说面积为 三角形面积为48 那我就可以先把三角形 内切圆的这个半径 R先求出来 所以我们采用的策略是 三角形AP厂的周长 等于两倍的 7加8加9 所以得到是48 然后我们根据的是三角形 会得这个特性三角形 等于1分之1的SR 就是三角形面积 会等于1分之1的周长 再折上内切人的半径 所以我已经知道我的面积是48 会等于1分之1的周长 周长这边刚刚算出来是48 再乘以R 所以我变成48等于48 乘以这个就是周长 乘以内切人的半径 然后再除以2 得到内切人的半径 算出来就是2 所以就是说这个IP厂是2 我的IQ厂也是2 我的IR厂也是2 那题目要求我问的是 AI BI跟CI 所以我AI的长度等于 8的平方加2的平方开根号 那我的BI会等于 7的平方加2的平方开根号 我的CI会等于 9的平方加2的平方开根号 所以我们分别算出来结果 8864加2平方4 所以等于更到68 7749加4得到是更到53 9981再加上4 会得到是更到85 那68跟到53跟到85 都不能够化解 这一个就是我们最后要的一个答案 今天比较开根号 起来 1 2 2 4